對 那個 胖胖的 不由自主的就怕了一下 那個筍好吃 這是餅 餅 這一看就是好吃 這個餅裡面有什麼 有香蕉 香蕉飛餅 是我們搶的搭配 絕了 這個香蕉餅真的是一絕 然後 我要嘗一個 脆皮扣也是一個傳承菜 我們這個脆皮扣要求炸的時候 表皮金黃酥脆 它是有菠蘿嗎 往西生產水果 用水果做菜 再打算一些特製的限制 就達到一個脆皮扣這麼一個要求 好香 滿足了 香蕉 蔥梨 菠蘿蜜 都是廣西有的水果 所以現在的話 也是發揮水果的作用 做成菜 或者做成各種各樣的點心 好香 哇 老師在介紹自己家的菜品的時候 自豪的 對 黃酥光也一直在強調 說三十多年以來 都在堅持的做一件事情 而且還把他最拿手的 最厲害的 繼續的往下再傳承 對啊 他對自己職業 對自己工作單位的那種情 還是對自己職業的那種熱愛 崇敬 他很感人 對 所以就覺得還是非常敬畏老師夫 然後也謝謝老師夫為我們 帶來這麼美味的美食 真的特別好吃 謝謝老師 謝謝 謝謝黃師傅 謝謝您的健康 謝謝您的發展 感謝你們 謝謝老師夫 謝謝 請你們慢慢品嘗 好的 謝謝老師夫 祝您身體健康 我看黃師傅的眼神 還是非常熊熊有神 對 我覺得今天跟昨天晚上的菜 又是不同的感覺 對 昨天晚上 我最後吃飯的時候 我說好不同 就是因為我印象當中的 廣州跟廣西的菜是這樣的 我們碰個杯 然後就開始我們的挑戰吧 好 好 挑戰家族 更快全所未有 乾杯 讓我們今天的這個挑戰 要晚一點不太一樣的東西 好 怎麼說呢 我就看看有多麼不一樣 本期超人家族 將首次以家族形式 團體出戰 只要你們集體痛快值 達到四百 本期的懲罰 就由導演組來承擔 太好了 如果答不成 將由你們自己來接受懲罰 好 接下來就是你們的老友第一關 全員一致的默契考驗 六人將被擋板隔開 每人桌上都放著九種早點和康師傅冰紅茶 每一輪六個人都要在看不到彼此的情況下 根據導演的提示 選一種早餐再喝一口康師傅冰紅茶 六輪之內有一輪六人同時選一種早餐即可挑戰成功 即可獲得一百痛快值 好吧 第一道提示 桌上的這些菜裡面 佳哥最喜歡吃的一道 我自己都懵了 我就以最近的記憶來那個 我也是最近的記憶 準備好了嗎 可以吧 那我們現在公布一下答案 沒有一個一樣的 沒有一個一樣的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 為什麼 佳哥你剛不是說最好吃嗎 你不是說你喜歡吃老油粉嗎 我都發出聲了呀 沒有一個一樣的嗎 不是我起碼我這個是鴨子呀 對我嘎嘎 你知道了是不是 對啊 你學的是什麼鴨 香酥鴨 好的好的好的知道了 好難 太難了我天 好我們現在這道提示啊 桌上的這些菜裡面文俊 最喜歡吃的是哪個食物 哇塞文俊 你喜歡吃的是啥呢 也可以給提示啊 提示就是 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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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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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哪個呢 子葉 還差你咯 好 好 好